我們就決定要去施丹丹 然後呢就要去也是一樣局限的 對 衛武鷹 我們最近的一個地方 我們打算要爬到這個 東日本這個最上面 今天是來高雄的第二天 第二天早上 然後我們剛剛去看了一下那個 那個飯店的早餐 嗯 決定還是 來外面吃好了 然後我們就決定要去吃丹丹 我這輩子從來都還沒有去吃過丹丹 所以就 去吃吃看吧 因為不是說 丹丹就只有在南部台 有北部它都不開上來 所以這次來高雄 就要好好的去吃一下 高雄人的早餐 丹丹出現啦 我們剛才在 市議會散吃完丹丹 早餐之後呢就要去 呃也是一樣局限的 欸 衛武鷹 可能會去看一些古蹟吧 現在已經在美麗島站 就已經大了下一站 對 然後剛才吃丹丹早餐 發現它沒有 就是蛋餅之類的東西 它就是一些粥跟一些漢堡 還有一些飲料 然後說 它特別好吃好像也還好 但是就是 體驗一下北部沒有的 丹丹早餐 然後它實在是很便宜 高雄的物價 是 捷運衛武鷹站 出來就是一個 藝術館的樣子 它好像 就是 叫做 我想一下喔 它叫做 什麼 好像是一個廳院欸 一個什麼院的入口 然後我剛才看 它有好就是 它其實有很多音樂劇 或者是展之類的 都會在這個裡面 剛才看的那個建築物呢 它就是有表演廳、音樂廳、歌劇院 戶外劇院 戲劇院 所以才 它還會在捷運站上面 就是擺一些很多 售票的 的 資訊啊 然後表演的日期 它超級巨大 再往裡面走呢 你就會看到有戲劇院 然後它這邊就是一個 很大的一個空間 就可能 這邊我不知道是不是 會辦一些什麼活動之類的 但是 它的空間很大 你可以 就是 就是當它有一些 表演的時候 或者是 有一些 展演的時候 可能就會比較多人 當然可能 因為今天 不是 就是 應該今天應該不是 就是有活動 或是有表演的日子 所以 所以人沒有那麼多 但是就是來看看 就是 不同城市的 文化嗎 就是一種 體驗藝術的氣息 再往前走一點 你就會走到 音樂廳 在這邊 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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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這裡音樂廳 然後 就是如果我覺得 你剛好來的時間 它是有表演的 然後你們剛好也有這個時間 也有這個預算 就真的 我覺得可以去看一下 這些歌劇啊 音樂劇 或是一些表演 我覺得真的 應該會滿不錯的 因為看這個地方很大 所以 可能就是 如果真的有表演的話 應該還是會不錯 就是因為剛好我們今天來的時候 沒有打算要來這邊看劇 所以 就 來看一下 人家表演的地方 你被藝術熏陶了嗎 有 有嗎 有 熏陶 有感覺自己變文青了嗎 我 會彈琵琶 去完剛才的那個藝術館呢 旁邊就有一個魏武迷迷村 然後呢 它好像就是有一些裝置藝術啊 或是一些畫畫之類的在 它的那個牆壁上面 然後就有一些人上來拍照 然後它旁邊好像有一個 也是博物館的東西 可是不知道為什麼今天沒有開 超大的 它這邊有一個地圖 然後剛才看到的那個 牆面啊 就是它這邊有很多 然後就是它有一些數字 然後就告訴你是誰做的 然後基本上都是一些牆面 或是一些小物件的創作 高雄捷運跟台北捷運不一樣的地方就是 高雄捷運很多下樓都是樓梯 然後它的 就是它在車廂之外的地方都是沒有冷氣的 真的好熱 它是要到車廂裡面 它冷氣才會很涼 對就是差別 然後它的高雄捷運裡面的椅子是綠色的 台北是藍色 下一站鳳山 我們現在來到了鳳怡書院 它就有點像以前的 就是讀書的地方吧 就是它的建築就是長這樣 然後我記得那個綜藝王很大的時候 也有在這邊拍過 就是拍那個節目叫什麼 上課不要偷吃 應該就是在這個地方 這個 這邊 他們在這裡吃東西 我們現在坐在那個位置上 然後有一個同學在這兒 我們現在坐在那個位置上 可以用那個老師 你在老師嗎 然後這邊就是可以讀書的地方 所以如果你們想要來高雄的話 也可以來這個書院看 它是要門票的 然後現在聽說一個人是25塊 然後我不知道它是只有今天 還是什麼時候會打25 就只有25塊 但是也可以有就是學生票 其實是用精氣重新騎過的 所以這就叫一舊修舊 它盡量用原來的樣子 修復成原來的樣子 剛才在外面看到那個書院 然後再往裡面走 就會看到有一些就是 有學生的宿舍 然後也有一些地圖什麼的 在這兒 發火車 鳳山車站 剛才從鳳山火車站 搭車到酒區湯 然後來看這個鐵橋 它很長很長 然後前面斷掉 就告訴你它是 它是舊的鐵橋 然後現在是走上面這個火車 它旁邊就有這個小小的步道 這邊就可以走到那個鐵橋那邊 那上面 就是鐵橋是可以上去 你這邊還可以自己按 然後按了之後可以走進來 然後就可以看到 以前的舊鐵橋 現在的火車就是走旁邊的那個 剛才我們從 呃 酒吃糖 坐火車一直坐到 左營這個地方 然後就來吃一個 我貌無媽家餃子館 酸辣湯 可麗湯 韭菜蝦仁跟高麗菜 好 沒有 連池潭風景吃 前面有一個 柱子 就叫做連池潭 龍虎塔它就在 連池潭的旁邊 有這邊有老虎屁股 然後龍 然後它連池潭是真的有 連子 這邊一整片都是 我還想說 為什麼還在那 連池潭 現在是有一點風啦 但是這個太陽還是很大 就看 我真的是這一整趟下 就是大爆汗的行程 然後我們就一直走路 因為它的捷運就只有到一些站 沒有到我們會想要去的景點 所以就是要下了捷運或是下了火車之後才要繼續走 就是有一點久的路 然後才會到我們要去的那個景點 那如果你們是有機車的話 那就會比較方便 就是騎一下就會到了 可是 我爸媽就常說他們想要走個路 運個洞 然後 就洞看看西看看 所以才 所以才會帶我們一直這樣子走路 但也還不錯啦 喔 看到老虎的頭了 轉過去 嗨 老虎 哈囉 等一下應該從前面也可以看到龍的 龍的正面 有啦 有看到了 快要那個了 蠻多人在這邊會想要拍照 這邊應該都是觀光客之類的 在這裡 看到龍了 這邊 看到了嗎 龍的頭跟老虎的頭 我們打算要爬到這個龍跟這個虎的最上面 你爬上來呢就是俯瞰整個潭啊 就很大一個 池子一樣的 就很高這樣 它有六層樓 下一站要去的就是孔廟 它這邊就是左右兩邊都是有圍起來的這樣子 然後你就可以這樣大概走一下 這個 這個 長廊 這邊有孔子的身體 你可以看 孔子明秋 自重移 這些以前都是我們背的 文語 孔子的學生啊 然後一些孔子以前講過的話 這邊還有印章可以蓋 還印章就這樣這樣 呦 這樣 我們剛才進來的時候呢 前面就有一個小小小的櫃台 然後叔叔阿姨就說要戴口罩 反正進來然後還要簽名 就是很像實名制那樣子的 然後簽完名之後 他就大概跟我們聊一下 天天就問我們去了哪裡玩啊 吃了什麼 然後怎麼去一些地方 很親切 但是進來之前都要戴口罩 這就是中間的建築物 他裡面主要的樣子 中間就是孔子的神位 然後旁邊就是這些他的學生 大碗冰創出現 我們剛才從 捷運站 捷運西子灣站 然後走到了這個大碗冰這邊 人很多 大家都來點這家冰 然後好像大家都很有名的 就是點那個水果冰的樣子 我們點了一個芒果冰 一個抹茶冰 一個紅豆固定冰 一個紅豆固定冰 不可能是人 很高 我吃了就沒了 我吃了不可以 這個小春 。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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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箱 冰箱以前他是 用桶子裝的 然後因為有一天 他賣我那個桶子 就沒了 然後旁邊剛好是開一家可麗餅的店 他就跟可麗餅店 買那個桶 然後就這樣意外發現 以前桶 然後意外發現覺得還不錯吃 所以才會有現在的冰淇淋 手拿冰淇淋 冰淇淋小故事 他就這樣聽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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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麼說 那天然我會找你 很高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